民進黨台北市場參選人陳時中 今天上午是來到貓欄的這邊 就是動物園的附近 也就是木柵區 來這邊是跟資深議員 李慶元來請議 不過李慶元其實是新黨的 也就是所謂的申欄 不過他今天是做了三張簡報 來仔細的跟陳時中來說明 那也被解讀說 陳時中是不是來到這邊 來跟李慶元請議 同時是拔妝申欄選票 我們來聽兩人的最新回應 那李議員 慶元兄 在這地方經營非常久 對地方的事務非常的了解 那我要當市長 想要當市長的人 一定要跟這樣資深的立委 資深的議員來做請教 才能夠了解地方 那對地方有所貢獻 目前政策的提出來看的話 大概蔣萬安目前來看 是比較相對看不到政策 我希望他們端出來 是政策的牛肉 其實李慶元是表示說目前三位 參選人當中呢 他會進行綜合性的評估 來決定說最後要支持誰 那也談到蔣萬安目前看起來 是比較沒有提出相關的政策 那他也談到因為接下來呢 其實自己是沒有要競選連任 所以一開始接到陳時中 團隊的電話的時候呢 立刻就選擇答應 並且呢來跟他仔細的說明在地的問題 也期待如果陳師兄真的當選的話 可以為在地付出 並且解決在地乘客許久的問題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